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是让我们感觉稍微有些遗憾 机会还是有的 现在进行了五局 应该说本届BTV被国际苏东坎北京邀请赛也给这些选手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压力的这么一个锻炼的平台 毕竟梁博现在面对的是世界排名第二的马奎尔 而且马奎尔也在展示着自己在小组赛时候展示着自己的高超的球衣 打到决赛的时候展示着自己高超的战术 确实是在整体这块 马奎尔确实不愧于自己排位 从本次比赛整体来看 尤其进入到小组赛的最后一轮 包括半决赛 包括今天的决赛 应该说选手的参赛的水平 可以说淋漓尽致 又是一次失误 其实给我的感觉 中国的这回参赛的几个选手 除了傅家军以外 这些排名前16的选手 他们在解读比赛的能力上 确实是跟中国这几个选手有很大的不同 给我的感觉就是 我有状态的时候是打我自己的球 我没有的状态的时候 我是在掌控比赛 包括进攻势力特别强的时候 也是在控制你 但是你像梁文博给我更多的感觉 就是他在打自己的球 对对手的控制上相对来说少 那这种欠缺 对 那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手感不是很好的话 你在整个比赛 要获胜的难度就太大了 因为我们之前说过 不可能一直有一个好的手感 对 包括这个务兹也说过嘛 这个球员啊 这个状态的起伏是很正常的 是一个比金的 每天都要面对的 对 每天都要面对的 中弹啊 不过从另一方面也能够反映出 此次参加BTV 国际斯诺克北京邀请赛 这些球手的高水平 这次整个赛事的水平 应该说 从某种角度上是不低于排名赛的 对 梁文博又是很懊恼 对 我前一段说 就是 职业选手 就是今天整个 这个比赛 包括从小组赛 半球赛到决赛 我觉得 排名赛也就这么大了 对 非常严谨啊 其实非常严谨 并不是说因为这只是一次邀请赛 那这些球手们就有所放松 好球 看看力度啊 能不能叫到黑球 哇 正中一酷 又是一个大角度 强烈的右下旋转 看这根转动 非常漂亮 现场观众也是抱于热烈的掌声 刚好可以叫到最右侧的这颗红球 黄球下方的 哦 那颗红球 左上底带也有下 线路非常到位啊 我敢弹一裤 大家可以看到 马奎尔 稍稍找出点状态 他整个比赛 他的控制力 就马上的感觉就不一样 其实我觉得目前就是上半场啊 今天下午这个六盘比赛 最关键的分水岭还是在第四盘 这一盘的最终的结果很有可能导致上半场甚至整场比赛 如果中间的局间休息 两分波没有调整好的话 那可能那一盘球的分水岭就太明显了 高杆 高杆推下 打篮球 地杆轻轻一退 红球对右侧的这颗红球 暂停 换架收大 最左侧的 右侧这颗红球需要用架杆 这就是职业选手的一个思路 我可以用手架的 我不会用架杆 我可以不吃酷的 我绝不吃酷 我可以不用旋转的 我绝不用旋转 并不表示他们不会 而是他们要的是稳定 只要有简单的 绝不会给自己增加一点点的难度 这个也是 跟广大的业余爱好者 经常打斯诺克的一些球手 作为一个分享 好多业余爱好者 就是能给旋转就一定要给旋转 这个并不是这样的 三楼在外边还有三颗红球 现在黑球也有难度 黑球现在右下角底带 这个整个通路还没有通畅 只有左下角底带可以打 角度 关键是角度 马贵尔在尽自己所能 解决这个右下角这个通路 两颗红球的阻挡 滴干 不行了 应该说旋转给的不够 本意是想弹到黑球上方过去 然后正好还能叫黑球左下掉地带 旋转给的不够 继续防守 继续防守 母球留在开腕区 而且贴到了库边 非常非常好 利用咖啡球挡住了最右侧的红球 看看 母球 还可以 这盘很关键 如果 马贵尔再获胜 就4比2 带着两局的优势 进入中场休息 而且是在自己本身落后的情况下 应该说 在波源落后的情况下能够如果带着4比2领先进入到休息 这个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了 没有 放手好啊 还有一个心态就是马贵尔今天的状态不是很好 对 如果不是很好的话 你让他带着两局的领先 你又是进到下半场 通过中场休息 他如果调整回来的话 后边两波就太难打了 稍稍的也是有点运气啊 虽然防守出现了严重失误 但是母球后方有一颗粉球 对 达安博的击打 包括出竿的稳定性有极高的要求 看看这根红球 好球 看球还是很稳 4比35落后31分 没关系啊 就是台面分支还足够 现在作为梁文博来说一定要咬住比分 不能让对手把自己拉开 对 像马贵尔就是在自己状态不好的情况下 一开始 没有被梁文博把分数拉开 剩2比2 现在反超为3比2了 1比2落后 连赢两盘反超 看看这个K球后的局势啊 应该效果不是很好 粉球点附近的两颗红球 左下角地带应该没机会 打篮球的 看看篮球变成这颗红球 好球 非常精准 连赢两颗红球 梁文博又一次 这